念美国的修兰波斯 得到夏威夷医疗的真传 不用药物就能把人病治好 什么病都能治 依据什么道理呢 他到来访问我 告诉我 我问他 就是依据清净性 要想提人治病 先把自己记忆里面 不善的记忆 统统清除掉 善的记忆也要清除掉 善与不善 统统清除掉了 清净心心情 干干净净 一尘不然 用这个心做基础 治病的时候 把病人跟自己观想成一体 病人的身体 他得病了 我们两个身体变成一个 的观想 成一体 然后用自己的清净心 把自己变成一体了吗 病人变成自己的病了 将自己病毒的细胞 用清净心把它恢复正常 一天做一次 三十分钟 连续三十天 病就好了 自己病好了 对方病就好了 可以不需要跟病人见面 距离两三千里 也可以治好 这个道理 佛经上有啊 一切法从心向神啊 为什么会有病 念头不干净 所以成病了 念头怎么不干净 有碳的念头 有沉的念头 有碳痴痴痴乱痴的念头 有自私自立的念头 这些念头 把我们 清净的细胞 变成带有病毒的细胞 你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 那现在呢 我们要把带着病毒的细胞 恢复成正常的细胞 那就是最健康的 完全用观想 所以 你千万不要想病 为什么 想病病就来了 是你想成的 我们就会公开 如果我们就会 我们就会